第二百九十一集 燕勋一笑,说道,你父皇像你这么大的时候,可不会骑马,你比他厉害。 啊,真的吗? 勇儿一愣,傻傻地睁大眼睛,问道,父皇这么笨哪。 燕勋文言很开心地笑道,你父皇做别的都行,精通诗词,博览群书,偏是不会骑马, 他的马术还是跟朕学的。 哇,那皇上不是我父皇的老师了吗? 皇上能教我吗? 我想骑大马,不想骑小马鞠了,江叔送我的那只小马鞠太懒了,连跑都不会,只会小步地走。 你还太小,教你骑马还不行,不过朕倒是可以教你点别的。 皇上还会什么呀?会斗蟋蟀吗? 燕勋很平静地笑,朕会得可多了。 皇上吹牛吧,我养的红头大将军,打遍皇公无敌手,连二皇子的威武绿头王都被咬下一条大腿。 窄窄的石阶道上,一高一矮两个人走在最前面,边走边聊,其乐融融。 风雪就在左右,可是却似乎不能介入到他们之间。 玉树跟在后面,出神地看着他们的背影,迷迷糊糊地想,若是王爷人在,也许就是眼前的这个样子吧。 也许也会闲暇时带着永儿出去踏青,会聊一些别的朋友小时候的糗事,然后很臭屁地吹嘘一下自己年少时有多么聪明神威,就是这个样子吧。 他突然感到有些伤心。 他虽然是个单纯的妇人,只知道照料丈夫,抚养孩子,可是也并非对于外面的事情全然不懂。 这些年,尤其是最近这两年,皇宫里的皇子一个又一个的出生,可是从来没听说皇上对哪个儿子多么宠爱。 潜意识里,玉树也是明白的,燕国出力,各方政权目前还不稳定,北方目前还有小规模的战争, 而且大燕在皇后嫁入燕国之前就有承诺,大燕的皇帝必是皇后所出之子。 所以即便是皇后目前还没有孩子,皇上也不能和其他的儿子过分亲近,以免引起朝野疑心,毕竟如今朝廷上怀宋旧臣还是有一定势力的。 皇上以这样温和的表情说话,恐怕就连他的亲生儿子也没人见过吧。 亲生儿子就在眼前却不得亲近,皇上的心也许也是很难过的吧。 玉树傻傻地叹了口气,一群鸟从树林上空飞过来,翅膀扑嗦嗦地响。 她仰起头来,风吹在脸上,冰冰凉的,一阵笑声从前面传过来,声音那么愉悦。 极远处的深宫中,纳兰将一方白卷投入火中,看着她一点点被火蛇吞没,化为黑灰。 一席间,似乎听到风从东南方吹来,带着从不熟悉的声音萦绕在耳骨之间。 深宫冷静,她穿着华丽的宫装,层层锦绣将她整个人包裹起来,连带着她的喜怒哀乐,都在金碧辉煌的绫罗绸缎中变成了一种僵硬的符号。 她的背脊笔直,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,所有的侍女内观都站得远远的,无人敢抬头看她一眼。 她仍旧是那个高贵的女子,怀送的十全女皇,大雁的正牌皇后,纳兰式的最后一名公主。 然而,她的双肩却微微倦怠了,阳光照在她的身上,光束下有细小的灰尘上下翻飞,一切都在变,唯有她的影子。 多少年来,寂寞一个,被默默时光拉得好长好长。 又一年了,无声中她微微一笑,笑容却如同雾矮,轻轻消散在这窗外的冷血中。 窗外风声缩缩,空旷的大殿连维深重,寝脉的太医刚刚退下,云姑姑就上了殿,穿着正衣品女官巢服,端端正正的给纳兰行了礼, 并且不起身。 纳兰见了无奈的苦笑,问道,"姑姑,这是怎么了?" 云姑姑的年纪已经很大了,满头银霜,皱纹极深,一双眼睛平日看起来浑浊无光,可是此刻却明亮若刀,抬起头来,犀利地望着纳兰,声音低沉地说道,"王上又去燕西山了。 纳兰不智可否,静静一笑,点头道,"玄王对江山设计有功,难得皇上体虚功臣,这不是好事吗?" 大殿里很近,静得能听到极远处穿廊而过的风声。 云姑姑跪在那里,就那么静静地望着她,并不说话,目光也并不如何严厉。 可是,被她这样默默地盯着,纳兰表面上的那层伪装却一点点地退去了,她无声地叹息,苦笑着说道,"姑姑想怎么样,我现在很好,皇上也没有背起当初的誓言,何必多声事端呢?" ,"可是皇上恨你,"云姑姑突然激动地说道,"她恨你夺了玄王的兵权,恨你抽掉了她的清军,恨你将她调往东海,恨你扣下了玄王最后写给她的书信。 她以为玄王才是与她相守相助的金兰兄弟,这么多年来,她早就恨透了你,你难道不知道吗?" ,"是啊,她恨透了我,"纳兰微微一笑,声音里竟然还带着几分喜气,无不开心地说,"姑姑你看,她不是无情之人,她对我这个结义兄弟还是很好的。 ,"公主,"云姑姑终于生气了,拄着拐杖站起身来,脸色气得发青,纳兰倾咳两声,然后无奈地叹息,"姑姑,你都这么大把年纪了, ,"怎么火气还是这么大?" ,"云姑姑也不说话,只是定定地看着她,纳兰人就是微笑着,只是那笑容怎么看怎么带着一丝说不出的苦涩。 ,"姑姑想要我怎么样,以此为筹码,去向皇上乞讨一丝眷顾?" ,"姑姑,你当我是什么? 国破了,红叶就连尊严都失去了吗?" ,"云姑姑突然愣住了,大殿上的烛火罩在她苍老的面容上,有着一种无可奈何的苍礼。 ,"我并非是为我一个人活着,在我的背后还有千千万万的皇室宗亲,有皇后的尊位在,有玄默的勤奋在,我们怀送的遗尘才不至于过得太辛苦。 ,"云姑姑皱眉,勉力争辩道,"可是如果皇上知道真相,也会对你好的,这并没有什么不同啊?" ,"有不同,"纳兰转过头来,嘴角挂着一缕柔和的浅笑,"你明白的,香气鸟鸟,一丝一缕盘旋而上,也深了,重重为慢落了下来,越发显得整个宫殿身际冷肃,她转过身去,再不回头,只是一步一步地走了进去。 她与玄默是手足之情,也只是手足之情而已,一旦兄弟便做妻子,勤奋便不在了。 朱七鸾金殿门,吱压一声,栩栩而开,大殿深处空无一人,纳兰背脊挺拔,望着明皇一片的辉煌宫廷,衣袖中的手指一根根地扣紧,又一根根地张开,一席间似乎放下了什么,又似乎承认了什么。 告诉她又能如何,她不会爱你,只是亏欠你罢了。 心底间,她对自己低声说道,原来,承认这一切不过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。 她是何等绘制蓝心的女子,一心久俏,玲珑剔透,一生都在朝堂上博弈推演,玩弄人心。 她知晓每一个为自己赢取最大利益的方式和技巧,之所以不说,之所以隐瞒,只是因为清楚地知道,即便是将一切大白于天下,也无法赢得她此生的回眸和眷顾。 与其得到一分感激,两分愧疚,却仍旧要动情动心地与这整个后宫源源不绝的女子争抢暗斗,莫不如放她,也放自己一条生路。 她早就明白,这世上有些东西是无法勉强的,人心便是这天地间最大的枷锁。 正如玄默对她,也正如她对燕巡,都是一样,一旦被困其中,便无法超脱。 公主,想要保住我大宋遗臣,最重要的就是诞下皇子,五年了,已经五年了。 宫门缓缓关上,再也听不到云姑姑激愤的声音,文员带着下人们也退了下去,殿上又只剩下她一个人。 她步履平静地走到小几旁,手扶着金漆雕花柱子缓缓坐下,她很安静地为自己倒水。 汤水流出,都是黑色的汤药,她也不嫌苦,就那么一口一口地喝下去。 汤药还散发着热气,盘旋着一圈圈向上,卑鄙的兰克花纹摸缩着指腹,有温润的触感,心就像是大婚之夜。 她的手指轻触到她的肌肤,伤寒累累,冰冷森然。 只有平起平坐,肝胆相照的兄弟,没有坐拥三千,心有他属的夫君。 我是怀宋的长公主,我是纳兰红叶。 寂静中,有低沉的声音缓缓响起,她睁大双眼,两行青泪,扇然而下。 眼泪蜿蜒着滚过她苍白消瘦的脸颊,沿着下巴的弧线落在手腕上。 冰凉的,仅有两滴,就这般枯作整整一夜。 第二日,大雁皇后的如母病逝,燕荀亲自下旨,册封云姑姑为从二品康禄夫人,向正三品朝廷命官移灵。 云姑姑一生未嫁,没有夫家,就赏了她的母族,静享哀荣,金银锦断,荣则厚人。 云姑姑出病的那天,纳兰站在珍宏城西城楼的角楼上,穿着一身墨色蓝服,头戴紫金后冠,静静地望着那长龙般的送葬队伍,就这样缓缓地出了珍宏城,一路向南而去。 人死还乡,落叶归根,五年前,云姑跟随纳兰万里迢迢离,离乡背井,来到这片飘雪的土地。 如今,她的公主已经长大,再不是曾经那个会躲在她怀里痛哭的孩头,她也终于放下一切,撒手而去。 那天傍晚,天空又下起了雪,侍女为她披上厚厚的长球,可是她却仍旧觉得冷,她的面色清白,神情消瘦,独自一人站在高楼上,像是一尊冰封的石像。 父皇走了,红玉走了,玄墨走了,云姑姑也走了,终于,这天地间所有爱她的人都走了,只剩下她一个人。 在家乡的万里之外,也许中她一生,也再看不到故乡的艳阳纯暖,嗅不到海滨的危险波青,泪意上涌,可是眼睛却是干的。 她的心口突然那样痛,喉尖心弦,似乎有液体溢出嘴角,她却一直那么无知无觉的迎风站着,直到白色的大球前巾变得阴红一片,直到文员的惊呼声穿透耳骨, 直到极远处的天空飞过黑色的乌鸦,她才软软地倒下,大雪苍茫,天地昏黄倒转,她似乎又看到了很多年前云姑姑年轻的脸,温柔地望着她,轻换着她的乳鸣。 云姑姑死后,纳兰就如同一朵枯萎的百合,一天天地衰败下去,天气越来越冷,寒风肆虐地卷过大地, 太医院的大夫们每日往返十几次,各种名贵的药材流水般地送进东南店,可是都不见有什么起色。 这天中午,大雪终于停了,外面的阳光很好,文员叫了一些小丫鬟在院子里打雪仗,抬了纳兰到廊下坐着。 她穿着厚厚的白雕披风,坐在软榻上,那些欢快的声音传遍了东南店,连带让人的心境也稍稍开阔了起来。 突然,一个轻微的声音传到耳朵里,纳兰微微侧目,只见片店里的王太医和陆太医正在低头商量着什么,似乎没看到她,声音稍微有些大。 王太医是怀送的老陈,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,只见他眉头紧锁,因为隔得远,说话也不完全听得清,只听得几个模糊的词,什么耗尽心血,心思太重,气血淫亏,内外两虚,已然游进灯窟,要时无力回天。 两位大人,说什么呢?一声轻斥突然响起,两位太医抬头一看,却是文员站在门口,满脸焦急地怒视着他们,而纳兰则坐在一旁,面色安然,看那样子似乎已经听了很久了。 两人吓得扑通一声,就跪在地上,忙不爹地赔罪,纳兰却没说什么,只是默默地转过头去,静静地看着院子里的丫鬟们打雪仗,无喜无悲,好似刚才的话统统不曾过耳。 吃晚饭的时候,文员笑着陪他说话,见他心情还不错,就小心地安慰他,说不必在意那两个太医的话,连带着还将两人数落了一通,说他们年老昏溃,不值一兴,纳兰淡笑着听了,喝了药之后早早地睡了。 第二日,东南殿就来了一批新的太医,纳兰也没有反对,他每日听从太医们的话,尽心调养,病虽然没什么起色,但是却也没有恶化,大夫们都很开心,说只要过了这个冬天,他的病就会有转机了。 第二百九十二集 东南殿的下人听了十分高兴,正好赶上就快过宫登节了,文员带着女官内侍们将东南殿布置一新,红红绿绿,各色鲜艳的绸缎都挂了起来,看起来像是民间新婚一样。 纳兰知道他们的心思,也没阻止,只是静静地躺在床上,极少说话。 然而没过几天,天气却突然变得极冷,寒风呼啸,滴水成冰,纳兰的病邓时就恶化了。 这天中午,窗外大雪呼啸,纳兰靠在榻上,听着外面的声音,微微有些出神,静静说道, 今年的宫登节,怕是不能办了吧。 他的声音十分沙哑,带着掩饰不住的颓败之气,文员终日满面忧涩,却又不敢让他看出来,见他说话,连忙笑着打道。 哦,这么大的风,什么灯网网处一挂,立马就被吹走了,应该是不能办了。 纳兰点了点头,文员继续说道, 娘娘还是先睡一会儿吧,刚吃了药,嘴里苦吗?要不要喝点糖水? 纳兰摇头,文员正要继续说话,呼听外面三声鞭响,清脆悦耳,顿时面色一息,立马站起身来,连声说道, 娘娘,是皇上来了? 说着,就带着下人出去接驾,不一会儿,大殿的宫门一层层打开,重重曼联被掀起, 眼寻穿着一身乌金色长袍走进来,一边走一边脱下外面的黑球大衣,交给一旁的侍女, 她还是老样子,阴气的眉,鼻挺的鼻,薄薄的唇,眼眸像是幽深的胡,怎么样也看不到底。 她坐在纳兰床榻的对面,接过文员递上来的热毛巾,先敷了脸,又擦了擦手,才问道, 病好点了吗? 纳兰靠在榻上,轻轻地点头,脸上带着她一贯淡定平和的微笑。 皇上挂心了,已经好多了。 她点头,继续问, 太医开的药,有按时吃吗? 纳兰道,有按时吃。 她沉吟片刻,又问道, 真记得你很怕冷,如今天寒,宫里够暖和吗? 纳兰的眼底闪过一丝淡淡的神采,只是就那么一闪即逝,几乎不容察觉。 她抬起头来,脸颊已经消瘦成尖尖的一锅道, 皇上不必担心,我这里一切都好。 然后,大殿里就这样安静了下来,宁静得如秋天的湖水,窗外的风依旧,一呼一呼地紧,两个人就这样坐着,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来打破这样尴尬的僵局。 那,皇后就好好歇着,朕知道。 皇上用过午膳了吗? 一个极清脆的声音突然在一旁响起,纳纳和燕巡都是一冷,抬头看去却是文员, 年轻的侍女害怕得嘴唇发白,双手在身前死死地转着一方手绢,额头已经浸出了汗珠,隐藏在衣袖下的手臂微微发抖。 眼循诧异地看了纳兰一眼,随即转过头去,却并没有生气,反而点了点头,说道, 没有,那皇上不如就在我们宫里用膳吧,我们的小厨房手艺非常好,娘娘都喜欢吃,皇上还从来没在我们宫里吃过饭呢。 燕巡一笑,点头道,好。 文员不由得喜行于色,几乎有些手足无措了,连忙道,那奴婢先下去准备,说吧,一溜烟的就跑了下去。 见他走了,纳兰无奈地说道,臣妾管教下人无方,请皇上恕罪,燕巡却摇头。 没事儿,他很忠心。 纳兰怎不知文员的心思,不过是希望燕巡能够多留一会儿陪陪自己罢了,当下也不再说什么,燕巡却站起身来,在大殿上随意地走动,走到书架旁,随手抽出一本,翻了翻又放了回去,随后又抽出一本。 纳兰则歪在榻上,细细地摆弄着一只扣夹,阳光从窗子处射进来,在地上画出一个又一个的格子。 午后的阳光很暖,纵然此刻外面狂风呼啸,可是这一方居室里却是平和安详。 你很喜欢商甲之书。 燕巡突然开口问道,手里拿着一本金为甲述,纳兰抬起头来看了一眼,说道, 臣妾的祖辈以前就是商甲起家,宋帝商贸发达,臣妾闲暇的时候也喜欢研究研究。 燕巡一笑道,真是看不出啊。 看不出什么?燕巡摇头道,没什么,只是朕知道一个人也喜欢此道。 纳兰笑道,是玄王爷伴,燕巡微诧异,问道,皇后怎么知道? 纳兰很自然地说道,臣妾当然知道,臣妾自小就认识玄王爷,对他自然比皇上了解了。 燕巡轻轻一笑,似乎不以为然,可是也没说什么,只是转过头去继续翻看书卷。 纳兰却暗暗有一丝小得意,像是小孩子恶作剧得逞一般,嘴角牵起,低下头去继续摆弄着那只扣夹。 时间静静流逝,澄清多年,燕巡似乎还是第一次认真观看纳兰的寝殿,只觉得自己这个皇后倒是个不寻常的人,不但品位出众,见识更是广博。 所藏之书涉列极多,而且大多都有翻看的印记,不似其他公妃所有的书卷设。 皇上、皇后娘娘请用膳。 饭菜很快就端了上来,因为纳兰在吃药,需要忌口,所以纳兰的一面只有四道小菜,而燕巡的那面却足足有六十多道冷热荤素,洋洋洒洒摆了一大桌子,看起来畏微壮观。 燕巡微微有些窘迫,不由地看了纳兰一眼,纳兰却笑道。 皇上平时很少来臣妾这儿,下人们不知道您的口味,只得多做准备,皇上就不要怪他们了,他们也是诚心在讨好您。 这话说的也就出自纳兰之口,若是别人,并会让人觉得是在捏酸吃醋。 文员站在一旁,见燕巡什么也没说,听话地吃了起来,不由得心花怒放,心到自己今天真是太英明了,娘娘平日哪里会有这么好的精神,果然心病还需要心药医,没准皇上多来几次,娘娘的病就好了。 一顿饭吃得很慢,吃完之后已经该睡午觉了,燕巡和纳兰随意地说了几句话,此时就自然了许多,又交代下人好好照顾她,就要先行回宫,然后刚刚转身要走,突然只听撕的一声,原来袖子挂到了桌角,竟然将袖口的布料撕了一个大大的口子。 燕巡抬起手臂,随意地看了一眼,也没放在心上,就要穿上大衣,纳兰却说道,皇上,衣服破了,燕巡满不在乎,随意地,没关系。 等一下,纳兰拉过燕巡衣袖,仔细地看了一眼,说道,这是天赐绣的贡品,这种布料,天赐军一年所出也只能做几件衣服,皇上今年也只做了这一件天赐绣的巢服,如今坏了,就算拿到玉绣房,恐怕也没人敢补,燕巡哪里想得到一件衣服还有这么多的说法,当下也不由得多看了这件衣服两眼,说道,坏了就坏了,也没关系。 纳兰却道,皇上不心疼,臣妾还心疼呢,也不知道每年为了这一卷布料,有多少绣女要绣盲的眼睛。 你看,这布料不仅仅是双面绣,就连布料的断面仔细看,也是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福字的。 燕巡一看,果然如此,不由得感叹道,果然精妙。 文员,拿针线来。 燕巡顿时一愣,问道,皇后要做什么? 既然玉绣房没人敢补,反正也是要扔了,不如臣妾来补,若是补坏了,皇上可不要怪罪。 燕巡很是惊奇,不由得问道,皇后还会女红。 纳兰眼烧轻挑,波光一转,轻轻地看了她一眼,结果针线就开始缝补了起来,一边缝一边说道,坐下吧,一会儿就好。 不知为何,燕巡突然有些紧张,她挨着纳兰坐下,却又有些拘促地想躲开,皱着眉说道,你别扎着我。 纳兰挑眉,上过战场的人还怕这小小的绣花针。 燕巡显是信不过她的手艺,皱着眉也不说话,不过很快只见纳兰极为熟悉地穿针引线,手指修长,那针线在她的手中好像活了过来一样。 她那般瘦,从燕巡角度看下去,只能看到一段优美洁白的脖颈。 阳光洒在她的身上,带着平静安详的气息,空气里有着清淡的药香味,沙漏里的沙一丝丝地滑下,安静地几乎能听到针线穿过衣衫的沙沙声。 突然,纳兰手一抖,开始轻轻地咳了起来,起初她还在竭力控制,可是渐渐地她越来越控制不住,声音越来越大。 燕巡皱起眉来,伸出另一只手为她轻轻地拍着后背,一边拍一边叫道, 拿水来,快点儿,文员急忙跑上来,眼询接过茶水,为纳兰喝了一口,慢慢地,她的呼吸渐渐平稳,只是脸颊潮红,眼神却越发倦怠。 没事吧,用不用叫太医? 纳兰虚弱地摇了摇头,不用了,老毛病了,歇一会儿就好。 这衣服今天别补了,等你精神好点的时候再补吧。 纳兰也实在是累了,就点了点头。 燕巡脱下外衣,交给文员,嘱咐道,等你家娘娘精神好的时候再补,这几天不许拿给她。 文员开心地只点头,心道,五年了,老天终于开眼了,皇上也知道心疼娘娘了。 燕巡披上大球,对纳兰说道, 朕先走了,你好好歇着。 纳兰点头,燕巡转身就往外走,大殿的围脉一层层撩开, 一步一步地引去了她的身影,不知道为什么纳兰突然间觉得那么心慌,像是心里长满了野草,突然高声叫道, 皇上,燕巡一愣,远远地回过头来,宫廷深深,他们离得那么远,就这样互相望着,时间从他们之间穿梭而过,一年,两年,三年,五年,还有那些他所不知道的很多很多年。 今天晚上,臣妾吩咐厨房多做几样好菜,皇上你还来吗? 燕巡在大殿中央,隔得很远,望着那个坐在床榻上的女人,那是她的妻子,是她从未正视过,却真正在实际意义上帮助过她很多的妻子。 她站在那儿,就那么看着她,努力地在脑海中回想她以前的样子,可是想起来的,除了那满目朱翠,锦绣金玉,就只剩下一片空白,而如今,她一身软白单衣,发无半枝头饰,不失枝粉,面白纯青,瘦弱不堪,犹如风中残竹,已不知还能燃烧多久。 哎,罢了,燕巡心底无声一叹,纵然她夺了玄默的兵权,纵然她可能察觉到自己和玄默的关系,私自毁了玄默临死前写给自己的书信。 罢了,远远地燕巡点了点头,说道,你先好好歇着,整晚上再来看你。 大门敞开,又清新的风吹进来,纳兰坐在榻上,静静地望着她远去的背影,面容温和,目光如天上的浮云,那般宁静。 娘呀,文元开心地笑,几乎不知道该说什么,终于一头冲了进去,嚷嚷道,奴婢去准备一下。 纳兰深吸一口气,靠近软软的被子里,突然记起了很多年前的那个黄昏,她骑着马远远地追上来,最终站在桥头上,对着远行的她大声地喊,我在梨树下买好了酒,你明年还来吗? 多少年了,只要她一闭上眼,就能听到这个声音,似乎就在昨日,就在耳边。 来,你等着我,她坐在马车上,探出头,冲着已经变成一个小黑点的她,大声喊道。 然而,她终究没能再回去,她父皇驾崩,独留下她和碧母吃地,和满朝狼子野心的皇亲全臣苦苦周旋,江山家国通通落在了她单薄稚嫩的双肩上。 而她,却家破人亡,流离失所,昔日的天之骄子转瞬成了阶下之球。 十年生死两茫茫,他们终于再一次回到了昔日相遇之地。 只可惜,山河已碎,物是人非,纵然相对却已不再相识。 她缓缓地闭上眼睛,嘴角清澈,带出一个浅浅的笑容。 天还没黑,文员就忙碌了起来,为她搭配衣衫,为她梳妆打扮。 厨房里的下人知道皇上还来吃饭,也卯足了劲,准备了起来。 她虽然不愿意这样,可是难得见他们这样高兴,也就没有反对。 然而天色越来越暗,早已过了晚善的时辰,还是没见她来。 所有的下人都在暗暗着急,文员派得力的下人出去打听消息,自己则一遍一遍地安慰着纳兰。 纳兰心下怨然,然而也不觉得如何伤心,只是觉得有些空旷。 玉树说得对,东南殿太大了,总是显得冷清。 不一会儿,燕巡边的小太监跑来传话,说是西北美陵关传来紧急军情,皇上今晚在军役处和几位大人议政,就不过来了。 那一刻,纳兰几乎能清楚地听见整个大殿传出来的叹息声。 他面色从容地和那名传话太监对答,打了赏,对文员说道,"好了,摆扇吧。